我们全都是钱,十个人,九个人脑子里面就是钱 可能有些其中的一两个很纠结 我本来是不爱钱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们说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 书上就这么写的,我们当时就这么学的 那盈利你可以不择手段的 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 更快一点强了 说不行 不能违法 要有底线 那就 法律边缘吧,擦边球嘛 可见你要动心机的话 这个法都约束不了你,法要跟着你变 你看出现问题再马上定法 重新定 你是法律的先驱者推动者 我们脑子里如果真的都是这样想问题 那很麻烦 已经几乎是这个样子 钱是什么 钱是什么吧,你到底知不知道 最起初 这个货币 它是一种代界没劲 一开始我们 部落之间 说的比较远久一点 各有所需 我所有的东西 你没有 你有的东西 我需要 物物交换 为了方便 才出现这个钱 就是各取所需嘛 这个钱是一个工具 是来换东西用的 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疑惑 但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曾经的本质的初心目的 那我们如果说是比较淳朴一点的地方 还有白面换大米 对吧,可以换的 我不需要钱 要钱干嘛 我也需要很少 我自己知足就够了 钱是工具 我们人 还是本体 现在这个重物 新人的时代呀 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说给你再多的钱 你生活不幸福 那钱有什么用 那你赚到钱了 把身体搞坏了 那你有什么用 有钱了 为了钱 丢了脸面 做人的底线 做人的底线 出卖了灵魂 有什么用啊 真正到一定程度 甚至活了大半辈子 你才知道 真正值钱的东西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不是钱能衡量 那钱永远换不来 感情 各种感情 亲情 亲情 友情 爱情 相情 那有句话说就 这个 不要跟我谈钱 谈钱 伤感情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但是现在又变成一个 开玩笑的话 以前也可以谈钱 但钱 他是最后再说的 钱是不是太重要 真正上层的人 有几个